他因远见而加入小堂口 在一次与其他社团的冲突中 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以少胜多 为堂口赢得胜利 被选为堂口老大 堂口在他的带领下 短短的三年间 实力壮大了十倍不止 后来也因为他 堂口自立门户 成为香港最具实力的社团 他是和安乐社团的温贵 江湖人称他为白面书生 和安乐社团成立至今已有百余年 在这百余年间 香港出现过有上百个大小社团 至今尚存得寥寥无几 在当时和安乐也只是个小社团 正是因为温贵这个人 他才能成为众多社团中的翘楚 并保存至今 要说温贵这个人 就得先说说和安乐这个社团 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在1906年 安乐汽水厂成立 厂里的工人自发组建了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隶属圣河社团 成了圣河社团旗下的一个小堂口 由于成员都出身安乐汽水厂 因此这个堂口名为安乐堂 而安乐堂的成员都是汽水厂的工人 因此江湖人又戏称这个堂口为水房 在1909年的端午节 洪门大佬黑谷人由广东前往香港 举行了一场洪门大会 黑谷人出身天宝山碧穴堂 司职五哥 在洪门里的地位颇高 因此很有话语权 黑谷人到了香港 发现这儿江湖社团很多 虽然都自称洪门中人 却都各自为政 大大沙沙是常有的事 为了让各社团和平相处 黑谷人在洪门大会上 提出以和为贵的概念 并建议各大属于洪门的社团 在社团名称前面加一个和字 在那次大会后 很多香港社团的名称前面都有一个和字 后来安乐堂从和尘和社团中分离出来 自立门户便叫做和安乐了 安乐堂的创立者如大衍胜 邹日光等人 虽然在江湖上声名赫赫 却是没有太大的野心之辈 因此安乐堂一开始 也只是一个偏安易于的小堂口 1921年 本文的主角温贵加入了安乐堂 他的加入 让安乐堂在短短的三年里 从一开始的名不经传 一跃成为香港首屈一指的江湖社团 温贵此人武功一般 文学造诣也不高 但是却有着一股野心勃勃的劲头 文贵很早以前就开始考虑加入哪个社团 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能力无法施展 因此一直没有出山 在职场上 一般情况下 刚出道的人都会选择大公司 因为大公司的名气更大 感觉更有保障 但事实上 在大企业里想要向上爬 除了自身能力要足够好 还得背地里的关系够硬 真要上位也没那么容易 相比较而言 小公司里的员工往往的身兼数值 忙归忙 却能学到不少真本事 掌握的实权也会多一些 随着小公司慢慢发展成大公司 有能力的人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 温贵便是觉得自己有些能耐 于是带着自己的热情 成为了安乐堂的一员 当然 刚出道的温贵也只能是从一个基层马仔做起 毕竟他没什么江湖背景 不过很快和安乐就与其他社团爆发了大战 温贵也在这场战斗中大战拳脚 那时候 和圣堂与安乐堂素来不合 和圣堂的实力确实比安乐堂更胜几分 经常压着安乐堂打 不过 安乐堂的大老面 虽无雄心壮志 却也不是软柿子 硬着头皮与和圣堂交手了数次 温贵加入安乐堂不久后 和圣堂再次来犯 不过这次的结局却是出人意料 那次 和圣堂与安乐堂与好在油麻地大关九楼的大门口决战 和圣堂的人数远胜安乐堂 这对于安乐堂来说胜率很小 可谓是生死存亡的时刻 就在此时 温贵为老大想出了一个以少胜多的办法 他让老大把手下们分散在几个巷子里面埋伏 明面上与和圣堂交手的堂口成员杨庄被他们打败 再将对方引入埋伏好的巷子里 利用巷子的窄小来削弱对方人数比较多的优势 老大一听 觉得很有道理 立刻按照温贵的建议来安排 开战当天 安乐堂的马仔与和圣堂的人交手没多久 就诈败跑进巷子里 和圣堂乘胜追击 却不料在巷子里遭到埋伏 没多久安乐堂不仅反败为圣 还趁势把和圣堂赶出了油马地 此战过后 温贵在江湖中鸣声雀起 由于长得白井斯文 江湖人称他为白面书生 堂口大佬们一致通过 把温贵从四九仔大寿提升为白纸扇军师 并且老大蛇王男还专门给他开了香堂 举行平地一声雷的就职仪式 由于温贵表现出的才智不俗 在堂口里声望越来越高 没多久后就成了堂口老大 这不得不说 温贵的远见 尽管只是一个小堂口的老大 但却能掌握到实权 成为老大后的温贵 他的能力再一次惊艳众人 堂口想要壮大就离不开收入 而当时黑道社团的主要经纪来源 大多都来自华 都读以及收保护费 温贵却是觉得这样的收入太满 短时间里很难改变 安乐堂还只是个小堂口的窘境 于是温贵下令造海底 所谓的造海底 也就是建立一份会员名单 会员每个月要缴纳六毛钱的会费 这样社团就多了一份经纪来源 以前的六毛钱 换算成现在的物价 大概是可以买三十斤大米 算起来马仔们也是可以承受得住的 温贵也不是纯粹就找马仔们拿会费 他用这些会费在油麻地开了一间金融公司 再用这些会费去放树 由于当时经济状况相对稳定 坏账率较低 即使坏账们也有堂口的马仔前往讨要 因此堂口日进斗金 这边赚了钱 温贵就大肆招人 在四处插旗 拿下地盘后 就再开分店 如此周而复始 安乐堂的实力迅速膨胀 在温贵在位的短短三年里 安乐堂从最初的三百余人 变成了超过三千人的大堂口 论人数 温贵上位的前后可是相差了整整十倍 香港和自投社团在早期可以说都是和和图社团的分支 只是后面有些分支势力壮大的 就脱离和和图 出来自立门户 和圣和社团就是因为实力雄厚 于1930年脱离和和图的 至今这个社团的名称依旧响亮 在和圣和脱离和和图的时候 安乐堂还是依附在和圣和旗下的一个堂口 而那时的温贵已经虽然名义上不是堂口的老大 但实际上却是堂口里一言九鼎的存在 堂口里都以他为尊 温贵看着和圣和自立门户 他的野心再次膨胀 他也想让堂口自成一个社团 于是就开始暗暗蓄力 1934年 经过温贵的谋划 安乐堂彻底从和圣和社团里分离出来 号称和安乐 成为了社团 自然不能像以往那样运作 不过这点温贵早就想好了 他将社团的地盘以线来划分 九龙的地盘最多 划分为六条线 钢岛两条 全弯和新界各一条 总共十条线 并且每条都会有一个红棍配合一个白纸扇来管理 而线下面则会看情况来设立几个堆 每个堆就由头目来管理 这样 社团高层下达的命令 就能环环相扣 只会起来得心应手 比起其他社团效率高得多 因为温贵的这一系列动作 使得社团成员的数量猛增 甚至其他社团的成员都纷纷转头到和安乐 社团的收入不断增加 温贵在社团里的声威也是如日中天 甚至在不久后和安乐的规模还超过了和和图与和甚和 称为香港规模最大的社团 有江湖传言为政 最老福一星 最大和安乐 不得不承认 温贵这个组织型的天才 绝对是十分难得的 虽然没有什么文采 也没有什么武力 但这份雄心壮志和高瞻原主 再加上办事有条不文 足以让他在别的领域大放一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黑白人物质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